韩国留学通网 我们讲的是将来时代 那么将来时代有什么呢 有这个ge 还有儿子예요 表示打算的儿子예요 那么我们看一下 在学习十四课之前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上节课的内容 先给我们学习了这个 过去式 还有回想的 还有这个大过去式 三个用法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怎么翻译呢 昨天吃了韩国料理 那么怎么说呢 어제 어제怎么样呢 韩国料理를 먹었어요 对吧 这个mokda mokda是吃 那么加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 第一个 看第二个 这是我昨天喝的可乐 对吧 那么我们想一下 这个是什么呢 表示动作中断了 然后再进行的 对吧 那么用什么 用这个ton 那么呢 什么呢 이것은 제가 어제 怎么样呢 喝的中断的可乐 对吧 这个潜意识是什么呢 他现在不喜欢张东建的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这个大过去式的用法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ge 表示什么呢 推测的或者将来式的这个ge 非常的重要 他可以在这个动词 或者是形容词的后面 看动词 形容词可以加这个ge 表示什么呢 表示将来时或对未来的推测 相当于会怎么怎么样 那么这个ge呢 不管他的patchim是有还是没有 运维有还是没有 都是一样加这个ge 我们看第一个用法呢 表示将来时的 那么第一个呢 我们读一下 参戏是暂时 这个who呢是后 那么暂时之后呢 我们将会开会 那么还没开 将会开 用这个ge 시작하겠습니다 会의를 시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